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 在德克萨斯州维科地区的机场举行竞选集会 这也是他宣布将角逐2024总统大选以来 首次举行大规模的竞选集会 虽然特朗普目前面临多项调查 但他对可能受到的起诉不屑一顾 否认在调查当中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特朗普在当天的演讲中谴责拜登政府 将美国司法系统武器化 他还将包括纽约大陪审团调查在内的调查 定性为对他和他的追随者的政治攻击 特朗普强调他在纽约 佐治亚州和华盛顿的调查中 没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对他的调查不过是为了阻碍他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特朗普的首次竞选集会在维克地区机场举行 维克交通便利 距离达拉斯 休斯敦 奥斯汀 圣安东尼奥等德州最大的几个城市 车程都不超过三小时 这是复制了2020年疫情期间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模式 即让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聚集在空旷的机场区域 特朗普则直接从飞机上走下来演讲 据报道 当天现场约有15000名特朗普的支持者 事实上 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之路非常不顺利 一方面 特朗普面临多项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调查 包括纽约市检察官针对他支付封口费的调查 佐治亚州针对他干预2020年大选的调查 以及司法部特别检察官针对他处理涉密文件不当 和在1月6号国会遭乱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调查 另一方面 特朗普也还面临来自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等其他共和党人的激烈竞争 尽管尚未正式宣布参选 但多项民调显示 德桑蒂斯将会是特朗普角逐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最有力对手 德桑蒂斯近期的言行也显示 他似乎已经在为宣布竞选总统造势 德桑蒂斯近期的调查